把镜头转回台湾 在新竹市立动物园和珍古德协会的合作下 周末在新竹举办了第二届动物嘉年华采接活动 除了有超过一千位民众装扮成动物 而才刚刚受赠青大博士学位的国际知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古德 也一起参加这场热闹的活动 获得新华大学颁发荣誉博士的知名黑猩猩保育学家珍古德 难得的出现在新竹街头 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呼吁保育生态爱护地球 运用黑猩猩语言传递爱护动物的讯息 让今年二度举办的新竹动物嘉年华更具意义 猴子 兔子 野狼 每位小朋友都戴上精心设计的动物面具 这是羊 是谁做的 自己做的 羊 这个是谁做的 我做的 兔子 大家都以为像猪 什么 企鹅 因为我想要保护地球 斑马 我为什么想要帮你走 因为新鸟泡被你给走 鲨鱼 你为什么想做鲨鱼 很酷 除了动物造型 现场最吸睛的就是这三只 接近一层楼高的高翘横 还有这只创意十足 用宝特瓶装扮成的长颈鹿 另外 这两只拉着狗模型的哈士奇与黄金猎犬 也吸引现场小朋友围观 热闹的气氛 传递元素的理念 超过1500年的民众 希望让更多的人一起关怀动物 与尊重生命 新唐人一定是舍日成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